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隔壁老王 我听到了 哦,哈 我听到了 诶,可以,来 老王,你好 声音清楚吗 诶,可以,可以 来 老王,你好,来 谢谢 诶,阿安,几岁哪里人 那个 10岁浙江人 多少 50岁浙江人 50岁浙江人 是不是 哦,你声音有点小 你离麦近一点 对 好 50岁浙江的老王 好 好,来 老王,你想说什么 那个 今天也不多讲啊 我觉得 这个第一呢 听这个杰克的节目也好久了 那个 也希望你的节目越白越好 哼 这是第一哈 然后呢 我看到很多 应该说全球的华人 都在这个节目中 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些问题 我觉得挺好的一件事情 哼 事情 任何问题 越变 怎么说真理越变越清晰 哼 哼 OK 那今天我呢 有本来有好几个话题 因为最近比较忙 本来想跟您分享一下 但是 也跟网友分享 今天就只讲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 我们赖先生去了美国这件事情 嗯 赖心得访美 那是这样哈 就 对对对 我觉得呢 这个不管太去还是不去 其实 呃 站在大陆这边 你知道我是大陆人嘛 嗯 大陆这边其实没有太 太多的精力去管这些事 最近 要的太多事情太多了 太辛苦 嗯 你知道现在最近又有水在 对不对 前段时间嘛 这个经济又有很 吃力吧 嗯 嗯 就是在这几 在过去几年又是疫情啊 等等等等等等 各种事情 嗯 也就是说 大陆 或者大陆所代表的这个中国 在最近几年的这个 这个在向往上走一步 非常非常的辛苦 嗯 就是是 对吧 然后呢 过去几年我去过台湾哈 嗯 然后我也去过美国很多国家 那去过台湾 那但是 你离麦近一点 再离麦近一点 哦 不好意思 嗯 好 再 这样 这样 这样好吗 好多了 来 你继续 嗯 好 好多了哈 我觉得我想提醒台湾的朋友 一点 就是 本来台湾跟大陆其实 讲的挺好的 都没啥问题 那为什么最近的七八年 十来年有很多 相互敌视的这种情绪存在呢 嗯 嗯 你要知道 武统这两个字 在大陆很多官媒也好 网站也好 是被屏蔽的 嗯 也就是说 不允许 这样的言论去发酵的 嗯 这代表着大陆的在管控这方面的情绪 嗯 民间情绪 嗯 但是台湾在过去的十来年 我觉得 以三立啊等等各种啊 各种所谓的民主为代表的 做了一个非常差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 污名 大陆 污名化大陆 污名 丑化 嗯 表面上看这种丑化 其实比如说我们看到路上一个一个药犯的啊 一个浇花子 这个浇花子你懂哈 嗯 药犯了嘛 哎 他穿的太丑啊 或者呢 我们可以嘲笑他等等等等 他有各方面的问题 或者看到一个标型大汉 他 他这个哎 不好意思 他一走路摔了一跤 那我们也可以嘲笑他 嗯 但是不能污名化 嗯 台湾迟早有一天 会需要payback 因为这个污名化的事情 污名化大陆要付出代价就是了 嗯 要一定会要付出代价的 嗯 呃 本来这件事情呢 呃 你说独不独立 其实我个人理解 大陆也真的没空去管 台湾的事情 差不多就好了 是吧 嗯 嗯 哎 该怎么发展怎么发展吧 只要大家过得去就行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目前台湾很多人 为了所谓的 独立 或者是民主自由 下次我再跟您分享 我关于这个民主自由的 或者言论自由这方面的观感啊 好 然后 去说一些丑化和污名化大陆的一些事情 嗯 这就是激起了两岸的对立情绪 嗯 这个不是一件是两件是很多件事情 嗯 那么为什么民间有如此强烈的武统的情绪呢 嗯 就是因为这种污名化的自由在 嗯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哎 比如说谁谁谁某个政党 啊 他不好他不行 政党的领导人他不行啊 大陆的哈 嗯 那大陆几十几亿人呢 嗯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 就是哪一个执政的集团不真正的代表民意 没有真正的去为老百姓服务 他是会被推翻的 嗯 这个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 嗯 多少次的农民起义 多少次的朝代更迭 这个不是你我个人的意愿或者谁说几句话可以改变 嗯 也不是靠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集团去灌输或者是说一些呃这个宣传能够改变 改变不了 嗯 所以目前的大陆的这种状态是绝大部分大陆人所选择 嗯 当你去说大陆人的选择是愚蠢去蠢的时候 嗯 那你是不是在侮辱大陆 嗯 对不对 大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陆很多大学毕业生 大家都不傻 嗯 对吧 很多大陆人全世界各地都去转过 都去都去看过 都有很多的经验和观感 是吧 那当你去说这些话的时候 其实 呃嘴巴上舒服 但是背后不可能会有一些代价 所以我提醒台湾的朋友要小心一点这方面 哦 你可以说哎 今天哎 成口舌之快要付出代价了哦 对你说这个政策做的不对 我觉得不对 可以大家大家去讨论嘛 很正常的事 嗯 是吧 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府是完美的 我相信哎 这个政府做的好的事情 我们可以学习 包括台湾 我觉得他的那个这个医疗啊 这个挺好 可以学习一些地方 嗯 是吧 哎 但是这个美国有什么地方好的也可以学习 哎 英国有什么 大家都去 我们作为大家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 都是站在一个向善积极的一个态度 嗯 去学习一些东西 嗯 不好的地方就是应该批评哎 这个官吏 他做的事情不对啊 贪污了 淫私舞弊了 就该骂 嗯 就该打击 嗯对吧 这个很正常 嗯 但是不能污名化 不能做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嗯 我今天只讲这个话题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呢就是台湾在过去的十两年 别看很小的事情嗯 因为迟早有一天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嗯 这种名义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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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嗯 其实就是很多于来自于这个嗯 柳杰克你长挺帅 你身上有比如说你脸上哎 今天正好吃饭不小心这个没把嘴角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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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例给擦掉 嗯 然后我就拼命的丑化你怎么样侮辱你那你会觉得愉快吗 不愉快就把犯例擦掉就好了嗯 对啊就很简单 柳杰克你怎么有个犯例 大家笑话你一下哎 你把犯例很开心的很好嘛 嗯对不对 然后把你柳杰克 比如说这个哎 你柳杰克是一个啊 准备没饭吃要把犯例留在嘴边等着晚上当夜宵等等等等 一下子嗯 很多很多的联想啊 很多很多的这种这种那就那就过了 我觉得 犯例还好了所以 对对我来讲污名化我可能说我可能要说我快 柳杰克你怎么那么快哦 那我就会觉得被污名化因为明明不是这样子吗 哦 啊 OK我理解了哦 好我理解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好 所以今天我就讲这个话题 那赖先生这是去美国也好 嗯 是刚才阿包的这些话题也好 我觉得我们很多是 嗯 成为战术层面上的这些事情 OK OK 好 那从整个比较战略层面上的 这些事情呢我建议就是台湾的朋友要明白 应该说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好 很清晰的分析 嗯 这样的话呢 这个不管台湾将来是怎么样的一种局面 大陆就在台湾就隔了那么点点距离 嗯 大陆目前的发展没有人可以质疑 嗯 有很多问题 我承认我也觉得很多问题 但是这种速度没有人可以质疑 这个其实这种共生局面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好 OK 好 所以我就今天简单的就聊这个 谢谢 好好好 谢谢你哦 谢谢这个隔壁老王 谢谢你分享 OK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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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 下一位哦 呃